彰化一名猪肉摊28岁越南女员工 不小心把手卷进了绞肉机 伤势严重 老板说平常绞肉要戴上两层手套 也必须要使用工具 但是女员工直接用手来压肉 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而这名女员工嫁来台湾好多年了 育有两名就读幼儿园的子女 为了贴补家用 她早上三点就前来猪肉摊工作 现在发生这样的汉市 老板也很难过 老市会负担医疗费用 在住院期间的薪水会照散 也会帮忙找保姆来带两个小孩 女员工在猪肉摊绞肉 不慎把手卷进去 救援人员先帮她绑上止血带 协助脱困 女员工搭救护车 坐着连同绞肉机轴心 一起送牢 卷肉进去 我们带两层手套 去去去 下去 要抓住下去 平常绞肉要用两层手套 女员工直接用手去压 才会发生意外 实际回到猪肉摊 卡住了 是不是要用这样子 她没有 好好的静养 有薪水再用给你 想到这名越南女员工 老板也很难过 她今年28岁多年前 嫁到台湾 育有两名小孩都还在幼儿园 为了贴补家用 每天早上三点就来工作到12点 十分乖巧 发生意外 实在很担心家里小朋友该怎么办 还好老板承诺要帮忙 并找保姆带两个小孩 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 女员工的手周围缝合 那整个的神经呢 血管呢 还有肌腱全部 跟骨头都全部都是受损的 手密密麻麻的布满缝线 超过上百针 还需要观察72小时 看软组织是否也受损 接下来更有一连串的伤口 照护和附件 一个便于形式 没有使用工具 代价实在很大 记者在欧帽 张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